虽然是受邀来参加茶会 这群青年志工们可没闲着 有人负责布置会场 有人在厨房切菜常态 也有人帮忙包寿司 资源回收的工作 更是少不了他们处以奋力 同学们能够在座中得欢喜 开开心心 然后未来也希望 同学们也能够一起来承担 加入各项志愿活动当中 把握十月难得的长假 天津慈悸志工 邀约大学生们来相聚 有人是助学生 有人是志工 增进情感 也进一步分享 做慈悸的欢喜 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现在因为知足常乐 不浪费粮食 现在这个组织是一个 比较务实的一个组织 因为它能精确地做一些 就是工作和帮助 这就是我想加入这个组织的 重要的一个原因 如同一家人的好感情 未来还要一同承担做好事 延续这份缘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工 郭金宝 天津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